行政院推出了这个5倍券之后 教育部体育署也推出了500块加码的动词券 将会从9月22号来开放民众上网登记 预计要抽的是200万份 不过呢在去年很多人领了动词券之后 就跑去买球鞋嘛 今年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今年的动词券不可以买运动用品 希望可以真正做到你去看比赛 或者是去做运动的核心作用上 不管你是看比赛上健身房还是参加路跑活动 体育署动资券2.0要你动起来 这次推出面额500元一共要抽出200万份 就连代言人网球一哥卢彦勋都说好想抽中 希望带全家人去场边然后支持运动以外 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让小孩子认识到各项运动的一个感受 就像其他的加码券一样 9月22号到5倍券共通平台公选动资券 并且在10月14号开始连续四周 每个星期四上午10点半抽出幸运儿 抽奖当天下午5点就会发中签简讯通知 不过今年要特别注意 动资券不能够使用在购买运动用品上 只能用于运动健身或观看比赛 我们一些运动的场馆 或者是运动赛事也因为是疫情关系 影响的部分是更大 所以我们希望这10亿元 而且三级疫情受到影响最严重的 这个做运动看看比赛的核心的运动产业上 动资券的使用期限从今年的11月1号 到隔年的6月30号 但要是这段期间疫情再次升回三级 体育场馆关闭暂停比赛 体育署也会再演你相关的配套措施 绝不会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欢迎希望莱雅黄建盈台北报道